打得爆炸声 他本是在一幢大厦的顶楼 正在执行狙杀任务的 战友们应该会以为 我被炸碎了吧 希望他们不要太难过才好 你放心吧 你父母的死因 我帮你查明 我会用你的身份 好好活下去的 你的仇 我给你报 那些欺负过你的人 我一个都不放过 这个仇不报也罢了 总不能让这个女孩 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 既然老天爷 让我到这个时空来 又遇上这个 与我同龄同性的女孩子 我就不能坐视不理 他们 他们都是 吃人不吐骨头的 你 你去找村长 开了路营 就离开这里吧 嗯 好 你放心吧 他们伤不到我的 因为我是仙人 这也算是一家团聚了 许是最好的选择吧 凌晨撞了转脚腕 那里藏着一把 自己的占用君子 如果那王八蛋想死 我也不介意送他一程 凌晨冷下眼眸 眯着眼睛 盯着远处 吹烟鸟鸟的小山村 迈着布 向未知走去 他到这个朝代 已经整整一天一夜了 他始终还是不能接受 自己真的从21世纪 来到这个 鸟不拉屎的古代小山村 这个地方是天启国 因为常年战乱的缘故 对外乡人排查十分严苛 如果没有身份闻蝶 就会被官府抓去 当作奸细处死的 十日前 原主的父母 进山采药 双双失了性命 租母赵氏 和沈娘流逝一合计 当天就将原主 从家里轰了出去 原主到爹娘的坟前 吃毒草自尽了 赵氏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身体孱弱 软弱好拿捏的孙女 此时却已经换了一个人 一会儿得上山转转去 看能不能找到 一些药材或吃的 台货也不多了 得捡些回来 哎呀 希望这次进山 能抓一些野鸡野兔子 野猪肉我可不喜欢吃啊 又柴又塞牙的 这王八蛋老天爷 耍我得不成吗 用这鬼地方来 刚刚一路走过来 哪都有人的痕迹 这树梢上 能摘的树叶都给喝光了 别说野菜 就树皮草根 凡事能吃的 全被人挖光了 老百姓日子苦啊 贼老天 老娘跟你斗到底 这种环境 无计也只能找蘑菇了 哎呀 蘑菇都有了 配什么吃呢 哎 小鸡炖蘑菇 不错 不对啊 这山里好些个地方 生出大片蘑菇 怎么没人踩啊 走了半个多小时 凌晨好运的 在草丛中抓到一只野鸡 还找到一窝野鸡蛋 有了这些 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饭了 凌晨收好东西 就下山了 哎 也不知这个时代 有没有白糖酱油什么的 这个破村子 连个盐巴都没有 幸好我这杯囊里有调料 不然这鸡的腥味 还真是挺冲的 嗯 虽然是蛋的地儿 但迷想中好很多的 大门被人一脚踹开 终于来了吗 嘿 你个药罐子 剑蹄子 给我装死 是不是 臭丫头 敢欺骗到我头上来了 你不是要病死了吗 怎么在这吃吃喝喝的 你这不是活蹦乱跳的吗 啊 我去 这就是园主奶奶 哼 把人笑死 奶奶 您这是要做什么 哼 既然都已经好了 那就给老娘准备一下 一会儿就给我去罗管夫家去 今天 可是你洞房花烛的大日子 过了今晚 你可就是老罗家的人了 知道吗 哼 奶奶啊奶奶 您可真不愧是我亲奶奶啊 谁人不知罗管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的前三人妻子怎么死的 想必大伙心里都清楚 您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哼 你个药罐子 赔钱货 这有人敢娶你啊 就是你上辈子烧高香了 还嫌这嫌那的 死丫头 也不撒破尿照照自己 我警告你啊 一会儿给老娘乖乖出嫁 听到没有 你让我嫁我就嫁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行 就算是出嫁了 那嫁妆呢 怎么算 我爹娘的房子田产 是要给我带走吗 你 你这该死的病秧子 还剑蹄子 下做东西 有人要你就不错了 还还想要嫁妆 我呸 我买的你 我听明白了 奶奶的意思是说 没有嫁妆 不对呀 奶奶 您可收了人家一两银子呢 皮里你都收了 我爹娘的财产 你也给霸展去 嫁妆一分都不给 让我嫁人 不对吧 我看您这是 买卖人口吧 呃 这个 还是说奶奶 您原本就打算 卖了我 哎呀 我的亲奶奶啊 这满村人可都看着呢 我父母亲尸骨未寒的 您就这样对我 您就不怕以后 别人出您几两骨吗 奶奶 午夜梦回的时候 我爹娘 可是要上门来找 欺负她女儿的人的 好好说道说道 对了 昨夜我爹娘还来过呢 给了我仙草 您没瞧见我吗 现在病都好了 他们见我无家可归的 可是很气愤呢 说是 要问问您老人家 究竟为什么要这样 这 你 少拿你爹娘吓唬老娘 别说 他们都死了 就那俩死鬼 从坟墓里爬出来 老娘也不怕 我肚子里生出的东西 还能翻牵去啊 不信啊 奶奶 那你就试试呗 看看我爹娘 会不会来找你 你个贱蹄子 赶紧的 给老娘乖乖的 再敢出幺蛾子 老娘不死了你 以前这个病秧子 别说反抗她了 就连她那个 狐狸精的娘 在她面前 连个屁都不是 她就不戏了 她今天 还收拾不了 这个小丫头了 这丫头眼神 实在是太可怕了 就像是之前 那村里进的一头狼 可她以前 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以前 她和她那个娘啊 可都是逆来顺受的 半点不反抗的呀 别废话 赶紧给老娘换上 这辈子 能穿这么好的衣服 都是你烧高香了 一会罗家来人接你 这大喜的日子 喘得破破烂烂的 叫人家笑话 什么 嫁人 这是园主提到过的 那个小雪吧 她唯一的朋友 果然是一片赤诚之心啊 这份友情 我收下了 哼 你这个丫头骗子 给我滚一边去 耽误老娘的好事 信不信老娘撕了你 不行 你别想卖了二丫 那卢官夫 他会打死他的 要嫁你嫁 我们二丫不嫁 你一个小王八糕子 给我滚一边去 你 你没事吧 死老太婆 你找我死吗 我现在真想把这个老太婆一脚给踹飞了 你喊什么喊呢 不就是吹点血吗 谁让他自己跑我面前挡着大 好狗还不挡路呢 你知不知道啊 呸 帅死也活该 是吗 那你要不要也试试这种感觉呢 老太太 你想不想见点血啊 哎哟 这灵家二丫头挺厉害的嘛 亲奶奶都敢挺嘴啊 这么不孝顺的孩子 就该天上打个雷 劈死得了 赵奶奶 您不能这样做 二丫头 二丫头不能卖给卢官夫 我不同意 那个卢官夫 已经虐待死三个媳妇了 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 哎呀 我的老天爷呀 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呐 这个病样子 起我老婆子头上来了 这日子没法活了呀 娘 你老怎么坐到地上了 臣儿啊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不就是让你嫁人吗 又不是让你去死 怎么就闹头成这样 那大伯家的堂姐 可是又懂事又孝顺的 那让堂姐嫁过去好了 你这个病秧子 还贱蹄子 我孙女 怎么能嫁给那样的人呢 她腾在心间上的大孙女 怎么能嫁给那种人呢 她最爱的孙女 是要当官太太的 我的亲奶奶 您大孙女不能嫁 怎么着 我这个无父无母的二孙女 就可以嫁了 您老人家还真是偏心呢 这柿子 专条软的捏啊 你这个贱蹄子 哦 我女儿娇生怪养的 那可是将来 嫁给大官当官太太的 让我女儿 嫁给那个老官夫 我告诉你啊 门都没有的 妹妹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我没有喜欢张正的 是他一直纠缠我的 我去 还真是个绿茶 不过张正是谁啊 他们这些人我可不认识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故事 我真的不知道 喂 你可得了吧你 稍恶心我 用你这样的绿茶 他都能看上 小蜜也是个瞎子吧 哎 有句话送你啊 绿茶配狗 天长地久 你们俩在一起挺合适的 好好在一块 千万别祸害别人 知道吗 都是一家子什么人 啊 你 你 你怎么能 这样说张正呢 他讲了张正 凌晨不是应该要死要活的 然后哭天喊地地求他 把张正还给他吗 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呢 小贱蹄子 一会儿 罗家来人接你 你嫁也得嫁 罗家也得嫁 小贱蹄子 他游到你了 哼 病秧子 赔钱货 奶奶说了 卖了你这个贱蹄子 得的银子 给我买糖吃 我去 这家子人可真有意思 这是闲命长了 善赶着找死吧 都说完了吗 说完就滚吧 这里可是古代 如果在外人面前 我做得过分了 给我弄一顶 不孝的帽子 笑的 不得直接 把我称糖去啊 所以有些事情 不能放明面上的 哎 想在村子里活下去 还真是不能 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哼 贱蹄子 跟你那狐狸精娘一样 不要脸 下贱 我去 再敢说一句 你活腻了是吧 当年老娘杀人的时候 你还没断奶呢 哼 你敢打我 我奶奶说了 你跟你娘都是狐狸精 哎 你个小贱人 快放开我孙子 哎哟 敢打我儿子 老子弄死你 砰的一声 扬起一片沉沙 我的好大伯 您这一棍子下来 是要杀了我吗 我 我这一棍子 要是真把这贱丫头 给打死了 那我可就是杀人犯了 那是要去蹲大牢的 为了这么个贱丫头 去吃牢饭 那可真不值了 自古以来 又是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哪有的你一个丫头 骗子 想嫁就嫁 不想嫁就不嫁呢 林中眼珠子一转 打算用孝道 来逼凌晨就范 什么 父母之命 不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